路口監視器可以看到 沙石車往前執行 兩名騎士在右側車道 加速往前 疑似要閃避前方的公車 距離沒有算準 兩名騎士一起摔車 結果一名騎士 頭部被沙石車撵過 警方到場後初步瞭解 前方普仲機及連結車 駕駛九車值均為零 五飲酒情勢 詳細行刑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這起車禍發生在 三十一號下午五點多 北市中正區和平歧路一段 六十一歲男騎士 行進南昌路的時候 撞上前方鄰近男子機車 乘騎男子隨後摔車倒地 不幸被沙石車撵過 頭部重創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另外國一南下桃園路段 三十一號下午四點多 發生了連結車跟小貨車 以及九輛小客車的追撞事故 連結車追撞之後起火燃燒 後方回獨兩公里 消防局表示 連結車起火之後 車內的人員已經離開車輛 沒有人員受傷 根據了解 連結車疑似煞車失靈 失控追撞前車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